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場新聞終於回來了 我們說說6月有什麼值得說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和按鈴鐺 老實說這幾個月 除了黃金花生之外 我覺得老場裡面唯一可以說是OLED的螢幕 基本上每間都有一些 27吋2K 360或者240Hz的款式 或者是32吋4K 160以上 基本上都可能240起跳的螢幕 可以給大家去買 再給大家一點資訊 應該是年底左右還是夏年 會有27-28吋4K 240Hz的螢幕 還有21-9的5K 2K螢幕 所以如果這家不急著買的用家 就可以等一等 因為我這些已經升級了上4K 27吋 140Hz以上的款式 其實現在沒有東西換的 換不到的 要不換32吋 要不然就沒有了 即是等吧 另外華碩有一個39吋OLED 21-9 HDMI 2.1 x 2 DP 1.4 再加上800R的Curve 0.03ms的反應時間 啊 USB-C有90W 這個也是賣點 價錢13999 如果剛才39吋的不適合的話 華碩還有34吋 那就是$9,880 另外三叔公有一個 OLED的G6 也是類似的 27吋2K 360Hz $6,680 這裡有補充一點點 因為好像 坊間應該是有 QD OLED 以及WOLED 兩款的 Model 選擇 分別是Samsung 以及LG的面板 所以有些廠會列明 它是寫什麼 但有些廠不會列明 寫著自己的QD OLED 其實自己的東西 應該是不會寫到的 但anyway 近一兩個月買到的 都是新款OLED 講完Samsung當然也有LG LG會有39吋 45吋 以及34吋 21比9的OLED 另外華碩有一個 27吋2K 240Hz的OLED 賣5999 還有一個32吋4K 240Hz的螢幕 12499 其實價錢也算是蠻麻煩的 所以其實MSI那隻 賣到$9000 鬆一點 這隻是長期缺貨的 如果你有訂購的話 或者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自己研究一下 MSI之後應該就是GIGABYTE 這兩個是 相對便宜一點的Solution 講完OLED之後 講一下正常一點的螢幕 又是華碩 有一個27吋 2K 180 Plus 白色框的 LCD螢幕 IPS面板 而... 沒有特別 講完螢幕之後 就講一些淋滋的東西 iPad Pro的新版 要換過所有東西 筆也要換 鍵盤也要換 所以現在有新的Solution 給大家可以選擇 有一個叫KOTEC 會有一個是用藍牙的Solution 價錢便宜 500多元 600多元就有交易 如果你研究廠的沒有保護性 Logite也有Solution 當然價錢也不是特別便宜 但也算是起碼便宜 原廠的 分別在於哪 就是它是用了一個類似Cover的一套 套著你的手機 而它還有一個就是Surface的 鍵盤式的擺放 就叫做有Cover之餘 同時之間又可以用 遲吸點的位置 做鍵盤 Backup豆腐這件事 可能也有觀眾聽過 它的作用就是在你充電的時間 可以幫你同時做個Backup 但早幾年自從有了PD快充之後 就沒有這些東西 而近來FotoFast 就有一個可以對應PD的豆腐 留意它是download on the App Store 不是MFI 它可以支援最新一代的iPhone 以及各大的Android機 當大家在充電的時間 它就可以幫你做備份 而它的速度方面 會是最大60W 至於$338這個價錢 大家又接不接受呢 Infinity 出了一隻148W的充電器 4Port 3C1A 好像看起來也沒什麼特別 但據說它的尺寸是目前市面上 相對較小的款式 所以如果拖板的尺寸不夠 或者放一些很大舊的4Port 就可以考慮一下 價錢方面是$198 ProMini出了一條240W的線 C2C,有Data,最高速度是40Gbps 同時可以支援到Displayout 有8K UHD的畫面 同時可以兼容USB4.0 它沒有支援Fundable 為什麼要故意說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它有30CM 因為沒有記錯的話 我之前曾經有找過30CM的Cable 是找不到的 後來上淘寶找了一條比較便宜一點 它是推薦其他的頭 那個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有一條30CM的長腸地的話 我應該也會買這一條 像剛才ProMini之後 就有一個Avlatus的牌子 會出了一條相當短的C2C的Cable 賣點就是 因為它有一個鎖匙扣 就可以扣鎖匙 方便不帶出街 至於$65值不值呢 我覺得便宜一點會開心一點 有一個日本的牌子 之前出了燒賣 剛才出了蝦餃 $1380 是有線的耳機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牌子有熟悉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聲音可以嗎 要留意就是 它那個龍是不跟給你的 說到耳機就說到這隻CLEAR的 ART2 Game Edition 好像差不多叫一個名字 它是給遊戲使用的 它的delay上都很低 我就這樣上去Youtube找那些 查delay的影片 就這樣耳聽 幾乎沒有delay 理論上玩的遊戲應該是聽不到delay的 OXS有隻叫好像Thunder Pro加的Soundbar 針對Gaming而設 怎樣Gaming就是它有頭枕位 頭枕會有喇叭 而它的接駁方式就是 2.4GB 所以如果大家有一張電競椅 因為你要把頭枕出在椅上 所以你要一張電競椅 只要價錢方面 4980元 它有道比的音效 同時可以有一個模擬的 7.1.2的效果 5,000元對Soundbar 而且尺寸也不是很小 就自己看看DEMO如何 OK的話就付錢 不OK的話就算了 這隻沒有記錯的話好像是狼豬來的 一隻叫做 相對地正音之餘 也是用側黑鍵的鍵盤 你看到上面有F1到F12 也有側邊按鈕 也有十字按鈕 這個應該算是60% 60幾% 價錢方面有468元 最主要就是價錢比較便宜 也有RGB 也有側黑看起來比較低調 有一隻Dduo Bridge75的機械軸鍵盤 其實它會有普通的機械軸 或者有持續的選擇 質素上來說 我覺得算是這個價錢做得不錯的鍵盤 撇除了一些大牌子 要留意就是持續好像只有有線 而機械軸的版本 就會有三模式 買的時候就留意一下 一講Keycon大家可能會想起機械軸 但是它又最近出了一隻薄膜的鍵盤 一看我樣子就知道 就是參考這個Magic Keyboard 它是三模式的 價錢就是358元 說得鍵盤當然也要說一下滑鼠 最近應該是女武神的品牌 出了一隻滑鼠 有得網線充電 只要規格方面我就沒有研究了 大賣200G 應該規格就不會太特別 另外就是我們一直以來都有 偶爾介紹過的Rocket 以前我也挺喜歡這個牌子 因為它有看新聞 早幾年已經被Turtle Bridge收購了 當時以為它會繼續用Rocket的品牌去推 但是到了2024年 Rocket終於要正式收平 全線改名為Turtle Bridge 就是這樣 都合理的 始終Turtle Bridge那時候 都是推出一些耳機 或者周邊類的東西 Keyboard 基本上不是它的本頁 所以它收購Rocket的時候 都有一個策略 因為Rocket其實也有Keyboard滑鼠耳機 耳機方面好像幾年來都不是特別好收視 所以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大家就聊天數 不如就合併 除了之外 有隻Stealth的700 在做特價 不知道賣光了嗎 因為據說是遲下會出一隻705 樣子上面會轉 沒記錯樣子上應該是Rocket的風格 所以就融入了這個Turtle Bridge 另外Pulse有些特價滑鼠 基本上價錢便宜了一點 我記錯都便宜了1-2元 有興趣自己看一看 除了普通款外 鬼滅之刃的款式也有特價 好像人體又說開始要推鬼滅 又說上電影版 現在7-890就這樣 可能是怕快要軟 所以就快點清晰一點放它 好像比起之前賣 好像是不是一隻要賣到一千多元 我沒記錯吧 現在便宜了幾塊錢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Pattern合不合自己 以及我的手型合不合自己 合不合就可以出手 三宿的Full Brand IT-FIT 有一支按摩槍 價錢是199 沒有記錯這支槍 電子特賣成好像有 但就不是Samsung版本 應該只有OEM 然後好像價錢還要貴一點 算是有牌子之餘 還要比特賣成便宜 這支按摩槍可以研究一下 當然這支應該是贈品 但為什麼會變成可以這樣散買呢 不知道 近來的風扇有很多新玩法 有什麼置冷片 有極速渦輪 然後就變成像風筒的樣子 近期有一支賣到$298 沒有牌子 但你看到下面有一大多小東西 就知道它是非常狡猾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一個可以又吸又吹的東西 邊就是吸一邊是吹 透過下面的包裝上看到的配件 就可以做到吸塵機或者一些風窗的效果 所以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需要 但它的樣子來說就比較奇怪 開關之後大家是不是多了去旅行 不在香港呢 如果出到外地想處理香港的東西 甚至是看香港的電視節目 這些時間就可以用到VPN 這次介紹的Samsung VPN 有3200個伺服器 覆蓋到中國以外的65個國家 只需一顆按鈕就可以幫大家即時飛到不同國家的Netflix YouTube、Prime上看專屬的影片 甚至利用VPN在手機APPLINE上買不同國家的專屬式卡 除此之外 VPN還可以幫助大家隱藏IP 上網不會被人知道行蹤之餘 出街用公共WiFi 亦有效防止Hacker利用網絡流動入侵 去到外國想省著流量用公共WiFi 就非常有用 如果還想用封了可用IPNAS 或者想只是香港人才能用到的網絡服務 Sersharp VPN都一樣幫到手 除此之外 當中高階版的Sersharp One更加入了防毒功能 可以保護個人資料 免受病毒威脅 以及數據外洩 還有兩年的服務 還會額外送多4個月 而且VPN支援多平台 還不限裝置數量 不適用都不要緊 Sersharp VPN還有手30天免費退款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不要錯了 看完周邊的產品之後就說一下這個無線類的產品 這幾天正式推出的最新的Aubry系列 970系列 有單隻裝、雙隻裝、三隻裝 沒有記錯三隻裝的話 好像已經過了兩萬元 是不是呢?我不記得了 總之一隻好像大概 7000多 規格方面沒有記錯的話 沒有機器那邊應該是10GB的RAN 加LAN 然後會有4個2.5GB的Port 紙機的話就會有10GB的LAN 以及2個2.5GB的LAN 所以如果你想要多些LANPort的話 可能建議散賣會比較好 但散賣的價錢就應該再貴一點 再補充一句 Linxys之前早前推出過一個發佈會 說它會出新產品 但到目前為止還是還沒見影 而且又是很威服的 有一隻好像是1GB的Wi-Fi 7 還有就是10GB的Wi-Fi 7 看看是哪些推出 基本上都是只提升的 接下來就是華社會推出類似的Mesh Router 但還是還沒見影,先聽著吧 介紹完天花版之後 我們就介紹了一些比較入門的型號 就是TP-LINK ARTRA BE-230 是一隻相對地叫做 不買就笨實的Router 因為它的SPEC上有Wi-Fi 7 但只有雙頻 好就好就有2.5GB的LAN和RAN 再加上3.1GB的LANPort 以$749來說 如果你又想換Router 基本上要不就換這隻 要不就不要換 儲多一點錢 現在Wi-Fi 7要開始普及 所以Wi-Fi卡都開始有了 這裡有一張 Intel BE-200 一張Wi-Fi 7的Wi-LESS卡 但它是一張小小的P3E卡 M.2的Size 我忘記叫什麼 價錢方便是$198 如果你買之前或者裝之前 就自己上網看看 究竟你的版本 或者這部Galaxon的Port 因為有機會是買回來用不到的 講完Router之後 就講一下SSD類 或者Hard Disk類 或者手指類的東西 先講WD Hard Disk外置2.5吋 都好像一段時間 都是最大的用 就是5TB 近日WD全線都有6TB的容量 價錢上就貴了大概大概3元左右 3元多了1TB 感覺上就不太好受 因為你始終5TB都是900多元 800多元有交易的話 所以... 隨便想吧 Kiosi有一張入門的64G的MicroSD卡 只是賣$39 給家人用應該都夠的 因為Rite來說應該大概... 10多Mb左右 對啦 如果那張太慢的話 最近Samsung的白卡 就有新版本 update了 Rite的部分是160Mb 沒有記錯 Rite大概大概130Mb左右 不是慢的卡 而且275元就有512G 算是挺划算的 如果大家想要一些大容量的卡 Sandisk的Extreme 1TB 就賣$585 速度方面 Rite是90Mb Read是190Mb 比剛才的Samsung 慢一點 比剛才的Samsung 講完卡就講一下手指 Kingston有3款64G的USB3DM手指 99元 3隻 平均一隻就33元 速度也不是快的 不過這個價錢有64G給你用 好像都OK啦 我猜速度大概30多Mb 如果平價的手指都不太適合 因為速度不夠快 看看SSD 外置的SSD Cruzo有一隻 2TB X9 Pro 賣$1180 10GB的 寫入速度 另外一隻 $1538的2TB X10 Pro 20GB的寫入 價錢來看算是挺便宜的 $1689有2TB 如果現身的SSD都不太適合的話 近來ORICO有一個$128的M.2 2230外置盒 有什麼特別呢? 最主要就是正方形的尺寸 看來M.2的230這麼小 為什麼它都會弄得這麼大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功能上可以有磁吸在iPhone上 所以如果大家說要拍什麼ProRes 4K60的話 就可以買這個就吸在手機的後面 當然啦 裡面的230是要自己賠 如果印象中現在230便宜的話 2TB應該是$1200左右 說完剛剛那堆的外置SSD 說一下內置 找一些PCIe 4.0的東西 最近的SSD價錢穩定一點 至於$1000左右都可以買到2TB 例如WD的入門的SN770 再便宜一點 就會有Wave Link 其實之前我不是介紹過的 之後應該是一直買到很快 其實現在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買到貨 只有一條2TB 其他款都沒有了 不知道是什麼玩法 之後MV2 Kingston的一條相對入門的款 可以買到$149 其實理論上我會覺得 因為它的速度來計算 差過$30左右 都可能會買回Wave Link 如果再不是 Gen3的話 就有SN350 $839 速度上也有$3000多 好像比MV2更好 唯一就是 MV2可以安裝在PS5 再來說一下Mini PC 大部份都是華碩的 看看 ROG NUC 沒記錯 這個優惠是送LED的優惠 這部機沒有記錯 應該有Ultra 7 以及Ultra 9的CPU 分別會配合4060 以及4070 也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好像是bundle了 RAM 以及SSD 還有Windows 11 也有些是Bearboom的版本 你要自己加RAM以及SSD 它裡面的擴充都好像有三條SSD 所以理論上如果你想DIY多一點的話 就可以等Bearboom機 暫時賣家只剩下兩部現成機 價錢方面 $13,998 以及$16,998 包了所有東西 不過很老實的 如果真的我覺得 如果看看Bearboom會是什麼價錢 還是它的差勢是否回合 因為它給16GB和32GB RAM 我覺得不是太夠的 如果我可以給我硬色多一點RAM 就會開心一點 同時之間就是 你入門那部只有512GB 就真的都 有點肉酸 除了NUC機外 還有自家的PN系列 這部PN65 沒記錯的話 4,399用Ultra 5 好像不包RAM 跟SSD 自己要另外加 還有就是 當兩部機擺放的時候 你會有疑問 究竟為什麼有兩個不同系列呢 其實就是NUC 都要保留幫Intel出 所以就要有一部 類似PN系列的機 兩部機都沒有記錯 是用Ultra 5 一部就有料 一部就沒有 有料這部印象中好像6000多元 如果你說自己DIY的 但是虧過Windows都沒有問題 當然可以試一下PN系列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Notebook 又不知道哪裡找到一些牌子 有一個叫GTBOX的16吋的機款 SPEC方面會用到i7的13620H 一顆10C 16T的CPU 另外會配上2K的16吋 165Hz螢幕 RAM方面就是DDR4 3200HK 以及一隻就好像是Gen3的1TB SSD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些位置節省了錢 這部機就賣了$4,599 還有就是沒有用USB-C充電 因為我看不到它有寫 所以就當它是沒有 這個價錢用到i7多盒 然後有個2K 165Hz螢幕,文書機來說是OK的 Exactly是你完全不想被人打機 Fermelrite有一隻Frozen的Wallframe Pro Pro在哪裡呢? 我終於在得起心肝之前找了一些SPAN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純粹螢幕大了 好像真的沒有其他特別的 價錢好像貴了$50 之前是$699 這隻就好像是$759左右 好像是差不多的 來到一些顯示卡的環節 基本上近來的顯示卡的價錢 都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所以這期買卡就沒有什麼驚喜 RX的790 XTX好像價錢回落了一點 之前好像又超過了$8000 現在就看到有$7699的選擇 另外就是7800 XT和7700 XT會送遊戲 任選兩款入器 它就收到很慢 很神能秘秘不告訴你什麼遊戲 老老豆豆的新遊戲 應該告訴你 結果我檢查了之後 就是Lice of P Component of Hero 3 然後有阿凡達 還有這個STARFIELD 基本上其中兩隻都是XBOX GAMPAS有得玩的 另外兩隻評價都不是特別好的 哈哈哈哈 自己想一下 還有留意一下 好像不是每個品牌都會送的 所以如果你想買AMP卡的時候 就問一下有沒有送的 這裡可以看看CPU和GPU的價錢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要有興趣的話就慢慢看 好了,來到今天最後一個環節 怎麼都要再巡迴再說幾次 因為有些人肯定是沒有看直播的 有興趣你自己看之前有條黃金律法的直播 簡單說一說 這單就是這個月來講 黃金最搶火的事件 就是黃金商場下了一個通告 就說亂碎黃金電腦商場 應該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就是近來有很多不同的媒體 都報導這個老場 即是黃金那邊 尤其是有店舖倒閉 其實倒閉這件事 我們這裡一直是專業在行的 我經常都說那些店舖倒閉 我說就不會影響一些波蘭的事件 是其他人說 為什麼呢 證明我就說得公道一點 有些人為了收視流量 報導有些偏頗 所以後來黃金商場那邊 就出了一張通告 最主要就是這篇會說 未經許可下 這個商場裡面的拍攝 影響黃金聲譽 最後就說什麼 呼籲見到一些未許可的人士在場拍攝的時候 就 致電去管理處 或者找李小姐 這件事就 始終這個黃金商場裡面 是有業主 還有一些租戶 業主來說 有些人唱衰過場的話 某程度上是影響到他的收入 可能他租出去的地方 影響他那些隔壁的店舖 然後租戶當然是影響到他的生意 所以 可能在多方的壓力私家下 就出了這張通告 這張通告我也有看過有些店舖 有貼出來的 所以就可能告訴你他不讓你拍照 有些店舖當然也會讓你拍照 如果有興趣就自己看那條影片 整件事某程度上 因為Sentral Feel 不租這個黃金引起 老實一間店舖不租 是不是這麼大影響力呢 是不是抽人水呢 大家去判斷吧 但我覺得 說得不公道 可能一些吉舖的時候 大家不停拍照 但裝修等等就沒有人說 例如Cumdex Cumdex本身的螢幕位置 因為租墓問題 被人隔開了 主舖就是螢幕 而那間螢幕位置就不租了 然後租在 Central Feel螢幕位置 你看到現在這張圖 是在未裝修前的位置 封了圍板 去做裝修 因為它主要是打通舖 打通舖後 樣子就變成這樣 這邊好像都是把NAS Router 這些網絡產品 然後 右邊的部分 會把螢幕放在 場地比較舒服 又大了 好行走 擴充東西 通常新聞就不報 所以我覺得媒體 只是一面倒 只是報一些倒閉 但又不報一些開張 我覺得是很消極的 除此之外 之前說過東京又倒閉 倒閉之後 那些店舖又如何呢 現在有人進駐了 都是賣周邊的東西 叫Vision 這間就是在黃金地鐵集 一出的入口位 而另外那邊那間 我忘記有沒有說過 那間就是被A-grade霸佔了 所以你說 是不是這麼十色九空 那些東西 說到場地這麼死 我覺得某程度上 有些人是故意去造謠 我走那麼久都沒有 至於說沒有人走 人的確是少了 店舖都早了山 但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呢 就不是啦 以上就是這個6月份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產品 我覺得都算是精選中的精選 我真的答應不到大家下一期 可能什麼時候做得到 我盡量總之做 好辛苦呀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